大家好 我这颗猪顶红长得是非常有意思 就像一个八爪一样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特别 原因就是倒过来栽种 而且用的是一个烂头盔 大家看一下这些叶片 是不是有点像八爪一 同时又长出了一条大花杆 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栽种 就是由于普通栽种的猪顶红 实在是看腻的 而且也比较暂的地方 所以就突发起想 用了这种方法 废物利用 那么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可能是由于倒过来栽种 它的营养是有顶端优势的 所以长出来的这条花间 这个花相对少一点 平时可能也施肥少一点 如果在花期的时候 多给它使用一些 这种零色热情甲促开花的话 应该这个花朵会开得多一点 当时就是由于没注意 没有发现它有长花间出来 没有给它使用到零色的金甲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花开得比较少 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想换一种方法来栽种自己的猪顶红的话 也不妨尝试一下 用个花盆在底下开个洞 直接倒过来 种下去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简单 养护也跟平时差不多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